高雄菩提道场将隔6月23日 期间钥匙宝燦 高雄菩提学社与菩提道场 长期致力于青少年教育工作 为了让更多信众能听经文法 单月与双月分别在台北与高雄 举办慈悲三昧水菜与钥匙宝燦 让信众陪伏陪会 菩提学社跟菩提道场 长期以来都是在从事青少年教育的工作 为了也能够让台北的信众 能够陪伏参与这些种种种种的文教事业 所以菩提道场 单月在台北拜慈悲三昧水菜 双月就在高雄拜钥匙宝燦 或许大家会讲说 那三昧水菜与钥匙宝燦 到底它区别在哪里呢 其实每部菜都是很好的 其实如果就平等意义来讲 是没有差别的 但是针对各同不同人所的需求 当然也就有稍微的分别 所以我们也平等的就与台北跟高雄 分别把它戳开来 单月在原恒市台北讲堂 举办这样的公益的法会 那双月就在高雄菩提道场的本山里面 来举办这样子的公益法会 高雄菩提道场举办例行性的共修法会 在每个月第四个礼拜的星期六早上九点开始 单月在原恒市台北讲堂举办慈悲三昧水菜 双月在高雄菩提道场举办钥匙宝燦 另外菩提道场于每个星期三晚上举办共修 并且透过FB直播 让更多信众参与共修 欢迎民众共瞻法意 史方新闻 黄辉如剑 玉林高雄采访报道